好奇怪 你好 嗨 嗨 艾隆寶貝 你好 你好 好 預備 這怎麼弄 好像 這是什麼話 哈囉 艾隆寶貝 妳剛剛在跟誰講電話 我剛剛 我剛剛在用骨功講電話 骨功 沒關係 跟妳的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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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妳要完成 骨 骨 嗨 我想跟妳說 妳是我晚上睡覺前 最想聊天的人 因為可以聽到 從妳口中說出晚安 我才會覺得 今天是完整的 我們孟妮見 好 剩下沒多少時間 讓我再唱一首歌 給妳 已過了經驗 世界就會滅 對 我想我還有一天 可以學會如何來 愛妳 再來不及一切 渴望來得及 閉上眼睛 忍住淚 別哭泣 落日前夕 請留在我本裏 看 好 2號 請進場 1 2 1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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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是訓中的人 就讓他做到 多有講訓嘛 一定要互動是不是 要 來,我們互動一下 不是 要來個 來個蹦蹦 來個蹦蹦啊 剛好床已經有了 一顆球 然後呢 就是要來個蹦蹦 然後蹦到 這可以撥嗎 蹦到氣球破破就可以了 對 破掉就可以了 謙文 難得上憲哥節目 不要讓主持人心情不好 對 憲哥你累了 不 不 不 還是你需要互動 對 但是注意 注意你的言行舉止 OK 不要太超過 不要 不要太超過 好,兩位請滾 預備 這怎麼弄 好像 這是什麼話 要壓下去 好了 好了 破了 好奇怪 好奇怪的動作 為什麼我覺得是懲罰 剛剛 可以講一下我剛剛的感覺嗎 我剛剛本來以為 他會是比較年輕的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聽起來 我覺得 就是那個聲音的感覺 聲線 所以我就會想說 選個小鮮肉 是 也沒有 但是就是 他的長相也非常的年輕 我覺得很可愛 比較成熟一點 妳不要看艾榮 他還是Lakuten的主持人 對啊 他不是會跳啦啦而已 好啦,沒妳是嗎 不是 他選中的 貴賓這邊是 貴賓 好